这毕业分开异地恋 是你们共同的决定吗 嗯 是啊 那未来怎么办呢 如果他愿意改变的话 我想 他跟他改不改正没关系 未来假设你们要在一起 你们在哪生活呢 是在长沙还是在越洋 其实也压根没想 哎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让我印象深刻 你很没有安全感 你上来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 我要他变好 你想过吗 什么叫我要他变好 因为你是个宝宝 全世界都得围绕你旋转 全世界都得为你改变 这是你的想法 甚至一直到最后 你所说的也是 如果他改变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是个宝宝 按照你这个思路下去 咱们可以在他卧室 安个监控 不用早安晚安了 早上一看 打开一看 醒了没有 然后呢 在他朋友那儿 全都放上监控 去哪了一看 就在这儿 再装个GPS 所有的信号显示出来 地图都有了 但是这是你要的吗 这不是 你在这种追逐 你在这种监控之中 始终会焦虑 始终会感觉没有安全感 始终会痛苦 这只是你的一种路径依赖 每一次我知道了他的位置 我知道了他的状态之后 心下稍稍安定一点 但是没有一会儿 你又感觉不安全了 你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你自己不知道 你没有一个办法 可以给到自己安全感 你完全还不懂 在爱之前 首先得成长 我们首先得成为一个 自信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然后才谈得上说 我们来谈恋爱 这是关于你 这帅哥呢 我听了半天 我感觉你也挺有意思的 你所有的东西啊 全都是在辩解 不不不 不是我的错 不不不 其实都不是这样的 完了之后 你反攻他的方式是什么 你不也有个学弟吗 你不也给人家问说 你要甜的 要酸的吗 就是你跟这个世界 对话的方式 一切都是在辩解 你从来一个东西呢 你们一起讨论讨论 未来究竟要干什么呀 在哪生活呀 怎么生活呀 生活方式是什么呀 我觉得还得坐下来 讨论讨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呀 沟通模式一定要改 你们俩最喜欢做的 就是埋怨 你不对 他不对 那这个埋怨来埋怨去 能解决问题吗 他不能 他只能让你们双方 更加的误解 所以我建议你们 先讨论讨论 这个事究竟是什么 再来讨论为什么 再来讨论原因 再来辩护都来得及 比如说为什么要早安晚安 早安晚安在你来看是什么 其实是实时上的监控 因为说了早安 我就知道什么时候行 说了晚安 我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睡 完了他呢 我知道这是监控 我不想要 所以其实要讲清楚 把这些通通的规则讲清楚 然后双方有了统一的共识 讨论清楚了爱的意义 才会有未来 这是我想跟你们说的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我的感觉啊姑娘 恕我直言 她是爱交朋友 也重情 谢谢老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曲 杨茜茜 你们的爱情成熟吗 所以一份如此幼稚不成熟的爱情 又怎可能承受异地恋的不易呢 我觉得如果不能够及时在一起 你们的爱情维持不了太久 即便你们努力在一起 如果不让自己成熟起来 不让自己担负起爱情当中应该担任的角色 你们的爱情也长久不了 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心中那份情感吧 不要太勉强 回不来就分开也好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